每一张剧照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剧照君 欢迎大家收看由虚度8出品的剧照故事 古往今来男女CP是大显的王道正统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 兄弟情姐妹爱 渐渐成为了最能激起网友的嗨点 尤其是姐妹CP 没有直男癌的雷区 苏起来毫无压力 本期剧照故事全地自盟 给大家盘点几对剧中的女CP 最近由霍建华周迅饰演的如意传 已经步入正式剧情 一众演员的演技碾压了各种槽点 其中如意和海兰的友情得到了官方认证 成为这部剧的亮点之一 可以说没有海兰小天使 就没有如意的氛围高瞻 两人剧中姐妹之情频频发生 让我们瞅瞅海兰是如何将如意 撩得不要不要的 委屈巴巴求同居 贫贱 实习我可以跟娘娘一起同住 拜神明贡荣华 日常还在耳边说个悄悄话 变相穿情侣装 赠姐妹香囊表心意 你一个我一个 姐姐进冷宫的第一天 想她 姐姐进冷宫的第二天 想她 姐姐呢 回来了没有 姐姐进冷宫的第三天 实在扛不住了 你在里头好不好 有没有吃好啊 当江太医夸赞海兰 对如意情深义重 海兰小天使毫不避讳地说 江太医 对索西也是情深义重 两人也会因为小事生了嫌隙 但两颗心始终牵挂彼此 海兰难产从鬼门关回来 都不忘和如意道喜 我终于替你和我自己生下了个阿克 妈爷 好像哪里不对 举气冲天啊 值得一提的是 张军定七年前在节目采访中 就坦言想大胆挑战竞技题材 我应该是想挑战童性吧 你演员 想要跟他对照的 周氏 缘分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啊 如意和海兰之间 也有点缓缓和梅妆的影子 《甄嬛传》中的缓缓和梅姐姐 可是同床共枕的友情 妹妹得宠 姐姐满失祝福 你得宠 我高兴 梅姐姐被人陷害假孕 缓缓去看她感动落泪 这时 梅姐姐还不忘关心妹妹 千万珍重自己 缓缓在甘露寺受辱 不惜顶撞皇后 陪她一起受罚 甄嬛怀着双生子回宫 只有梅姐姐一人为她高兴 当时 梅姐姐最擅长 做藕粉桂花糖糕 缓缓更是爱得深沉 还是姐姐做的 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 而如意传中 如意从前底偷偷出来 拿出一碗糕点 这位藕粉桂糖糕 是太后爱吃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缓缓还是一直都在怀念着梅姐姐吧 不同的是 梅姐姐后来有了温时初 而海澜只有如意 除了海澜 龙门飞甲中 周迅和范小轩饰演的素慧荣 也是CP感爆棚 这一波撩发 糟了 是心动的感觉 现实中 两人也是一眼万年的姐妹 两人是通过周迅的前男友 李大琪结缘 认识不久就意气相投 结拜为姐妹 在节目中 周迅对范小轩更是满脸丑溺 我多幸福啊 范小轩在听风者首应礼中 为周迅唱情歌 周公子修红了脸 这惺惺相惜的缘分 也让巨绕军忍不住 猛磕一波玻璃炸糖 娱乐圈中公认的姐妹花 还有东叔和小马哥 两人在七月与安生中 第一次相遇 一个是人美心善 学习好的乖乖女 一个是爱捣乱的盼妮妞 两人打小就形影不离 你吃下来我吃皮 甚至洗澡都要一起 安生羡慕七月拥有家的温暖 七月羡慕安生洒脱的人生 两人好到什么都可以分享 除了苏家明 两个女孩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很难分清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家明都做不出选择 评委也评不出来 周冬雨和马思纯 凭借七月与安生中 走新的演技 成为继扎扎辉和黄渤之后的 又一双黄蛋 使得这对小姐妹锦上天花 两人平时也是互动不断 马思纯给鸭子山峰 都能联想到恩周冬雨 说到铁打的姐妹情 还有延禧攻略中的复查荣音 何为英洛 英洛在绣坊得罪了高贵妃 关键时刻还得皇后救场 谁敢 英洛更是舍身替皇后洗刷冤居 英洛不识字 皇后便教她时文断字 英洛行为莽撞 皇后教她为人处事 当然 皇后生气了 未解有的是法子哄皇后开心 皇后娘娘 就像天上的仙女 也请仙女大慈大悲 饶恕我懂 皇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依然护她周全 皇后娘娘 留下了一道遗址 保住了你的命 这真是忘不掉的白月光 解不开的令后索 连秦兰自己都说 因为我们觉得真有感情的是皇后和英 英洛 剧场君一直有一个疑问 来生皇后只想做复查荣音 魏英洛和复衡情定来生 大猪蹄字将何去何从呢 滚 好了 今天的盘点就到这里 迅速按下暂停键 测测你和谁最有CP感 更多精彩盘点 记载剧场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